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10月8日文章 原题香港 中国内地与中东之间的重要纽带 不可否认 全球经济实力平衡正在向东方倾斜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日益加强的关系 即是这一变化的力争 不断深化的中亚合作已经超越双向贸易范畴 双方形成涵盖政治 文化和技术等领域的多层面伙伴关系 在今年5月举办的中亚合作论坛上 中方承诺加大力度构建中亚命运共同体 过去20年来 中亚贸易额从8004年的367亿美元 飙升至2023年的3981亿美元 从这种指数级增长中可以看出 在共同利益 优势互补和对繁荣未来的共同愿景之声下 中亚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融合正在不断走向深化 其中 作为连接东西方的一个颇具战略意义的独特司法管辖区 香港正处于这一变化的最前沿 使中东投资者能够受益于中国的崛起 中东投资者也开始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机会 有可能创造一个更加繁荣和多元化的未来 香港正处于这个充满活力的景象的核心位置 2023年 其GDP超过3800亿美元 是全球第十大商品贸易经济体 香港是中国内地最大的境外直接投资来人地 和领先的国际资产管理中心 也是亚洲最大的跨境私人财富管理和对冲基金中心 这座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是连接中东和中国内地巨大机遇之间的桥梁 逐地理优势外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管制框架 再加上当地健全的法律和金融机构 赋予这座城市独特竞争优势 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从而使企业可以方便地获得银行和金融机构 提供的各种人民币服务 这座国际城市也已成为中东地区的关键联系人 在中国内地与中东地区之间的贸易 投资和文化交流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纽带作用 2021年 阿联酋与中国内地之间蓬勃发展的贸易中 约有9.5%是经香港进行的 香港还拥有亚洲最多的超高净值人士 和悠久的家族财富管理传统 为蓬勃发展的中东家族办公室 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生态系统 此外 香港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重要节点的发展优势 进一步夯实了其作为中东 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 不可或缺的桥梁地位